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杨俊 今天 我们将带来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近期一项调查揭示 全球约有一半的云服务提供商 在回应官方对用户账户数据的请求时 缺乏适当指导方针 这对国家安全投降了应景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美国为何对中国的TikTok施加压力 要求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出售该应用 或面临在美国被禁的命运 最后 中国将主持哈马斯和佛塔赫 这两大巴勒斯坦政党的对话 这是中国在巴勒斯坦外交中的一次重要介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数位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云端服务成为了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同时也为国家安全投下了一层阴影 根据日经亚洲与安全评估公司 事务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 大约一半的日本及海外云服务提供商 缺乏对官方请求用户账户数据的适当指导方针 调查还发现 29.8%的日本云服务提供商将数据存储在海外服务器上 22.9%允许通过分包或第三方安排从国外访问 而且有32项服务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的审查制度引起了广泛关注 日本的数据存储和访问点问题并不简单 因为数据仍然可能根据外国政府的法律被访问 而在美国对于中国影响力的疑虑 使得TikTok成为了政府的目标 BBC报道 美国正在施压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该应用 否则将面临在美国的禁令 这一举措引发了人们对于为何美国要针对一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公司的疑问 文章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提供了对TikTok可能被禁的洞察 在国际交往中 甚至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时的参拟选择 也被赋予了称层的地缘政治象征意义 日本时报的文章强调 参宜选择不仅仅是味蕾的选择 他们还可能引起争议或成为嘲讽的对象 文章强调 餐饮的成本正式程度 真实性历史烹饪技术和口味 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人们对一位外交官参宜选择的看法 从这些不同角度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技术商业还是国际交往层面 数据安全和地缘政治 都是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 云端服务的安全隐患 外国应用在美国的命运 以及国际交往中的餐饮选择 这些似乎截然不同的话题 实际上都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技术政治和文化如何交织在一起 共同影响住我们的生活和国家安全 在中国经济复苏的道路上 各种数据和事件交织出一幅复杂的图景 越今亚洲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工业利润同比增长了4.3% 较年初两个月的时 2%增速有所放缓 这一数据表明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努力恢复 但复苏的步伐并不均匀 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等其他指标 也显示出国内需求疲软的迹象 工业利润增长的放缓反映了对国内需求不振的担忧 同时也凸显出中国经济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也在逐渐显现 据日经亚洲 中国将举办哈马斯和法塔赫两大巴勒斯坦政治派别的会谈 以促进双方和解 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在巴勒斯坦外交中的重要介入 尤其是在加沙地带持续冲突的背景下 自2007年短暂战争导致哈马斯从加沙驱逐法塔赫以来 两大派别一直未能解决他们至争端 中国举办的会谈旨在支持双方和解的努力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加 去年还成功斡旋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 在体育领域中国的年轻运动员也在引起世界关注 南华早报 11岁的中国游泳选手余子迪在余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 以4分40 97秒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 差一点就达到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资格标准 他的这一成绩足以让他参加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水上运动锦标赛 然而他将不会参加7月在巴黎举行的夏季奥运会 因为中国已经达到了女性运动员的配额 尽管如此 余子迪的表现仍然令世界瞩目 显示出中国在培养年轻体育人才方面的潜力 这三篇文章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的中国形象 经济复苏中的挑战与转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积极角色 以及在体育领域中年轻天才的崭露头角 这些故事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体育方面 尽管面临内外部的挑战 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逐步塑造其在21世纪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荣誓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一方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